下方這邊 總比數155 進行比數100 感覺好像雖然有啦 可是使用者要往下看 有時候他不往下看 他就看不到 他就不知道有在更新 所以最好你可以給他一個 我這邊有個 做一個啟動表單 這個啟動表單 向下拉 可以幫我把清單裡面的業務 產業別這些項目 自動怎麼樣 去清單裡面把總共有幾個項目放在這邊來 當你點選其中一個 按下確定的時候 就等同是你去篩 就是P字篩選哪一個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下面會更新 除了下面會更新之外 各位有沒有看到有個效果 有沒有 這邊會更新 會跑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有個類似的動畫啦 這感覺 有沒有 他會有個動畫 那其實這個動畫齁 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去更新它的寬度嘛 也就是比如說它總共多少 等於是說除以 反正就是幾等份嘛 每更新一次就更新一等份 一等份 那如果比較明顯的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客戶名稱 因為有155B 所以如果按確定喔 這個就會比較明顯 有沒有 他就是這樣一慢慢慢慢慢慢跑 跑完之後呢 欸 這樣感覺 你如果使用者一看 他就不會 他就知道你在幹什麼啦 他不會說 欸 到底是要跑多久啊 尤其是你那個報表要跑很久 或者你那個 後面我們還講到了 比如說從網路上抓資料 那從網路上抓資料 其實有時候會因為網路頻寬的關係 會突然慢 突然快 也不知道 無法預期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畫面更新一下 可能使用者會覺得 欸 感覺還蠻貼心的 而且基本上這樣感覺也還蠻專業的 有那個專業的感覺 那裡面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怎麼做的 我想後面我會跟各位說一下 其實並不困難 程式都在雲端上 你只要會複製貼上 你都會了 OK 其實 那你說VBA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啦 其實VBA基本上 你視窗上面看到的 可以做到非常複雜啦 只是說一般人 還不會去這樣做啦 所以基本上 只要目前的所有流程裡面 會用得到的 我想幾乎他都辦得到啦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我覺得大部分是 在那個了解 對這個系統對VBA了解 其實還不太夠 那當然我這邊先電話 等一下再來看就是 如何做這件事情 啟動表單其實就一行 Home.Show 那我們會需要 Home.Show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 會需要產生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名稱叫Home Home裡面的話 就是有放幾個東西啦 這個上面一個 label 標籤 這個是一個combo box 你脫子好 您的確定 是吧 您 不歇人,您的確定